现在这个大瓶子啊 因为它太大了 我这个翻瓶前边后边呢 这个位置呢 它这个缓唇的位置啊 不太够 就是它这个翻的时候啊 这个位置就这么两个嘛 这个位置不够不长 然后另外到这边 这个位置呢 也是稍微短了一点 就稍微也是要翻起来 这个位置就稍微差一点点 大罐子 大口径的那些 那我们意思是说 想把这一段稍微加长一点 存在啊 在这一段 然后把这一段这个位置呢 也稍微加长一点点 这个放平的 沿在那边放嘛 那留到这边来 那我就是这样子加长到这么多 哎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图 呃 现在我是总的 宽度应该没改的 就是把这个礼瓶机啊 把它旋转到 90度 旋转到90度啊 就像就是人家家苹果在这个位置 这个人在这个位置来 啊 那种长度应该是没没变 那你问一下 客户 如果他后边这个位置 还能不能往往这边再挪一点点 那或者最最多能挪多少 如果还能挪多一点的话呢 我们想把这个输送啊 就把这个前端的 缓存屏的位置再加长多一点 这样用起来会好用一点 你你沟通一下 看一下还能不能做做多一点点 往往外边移一点点的 如果不可以 我就按照现在调转这个 在这边加瓶 就像现在这个摆放一样 这边加瓶 这边出瓶 然后我就加长多那么多啊 但如果还能还还能放 就最好加点